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这一起震惊国际的新闻 是克布尔机场竟然被炸成了炼狱 恐怖攻击连续发生了两起 满地尸体可以说是让水稻变乱葬 刚成人间炼狱 拜登说要发起报复行动 恐怖攻击的谁做的 其实我们知道恐怖攻击组织都会自己承认 所以是ISISK它已经承认 就是我做的 人就是我带的 对 那这一次的伤亡是美军 在8月31号撤退之前的最大的伤亡 在昨天的傍晚SSK它至少有两名的炸弹客 还有七次不明的一个炸弹的爆炸 那其实在傍晚的时候SSK它在南端 在机场的南端跟美军遭遇战之后 当两军接触的时候 那个爆炸弹客马上就直接把背心拉开 然后引爆 一共13名的美军当场死亡 还有超过一两百人的一个平民 死伤不尽 在整个那个机场外面的护城河 真的是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那SSK到底是从哪边来的 其实它是巴基斯坦塔利班 它分类出来的 但是它认为阿富汗的塔利班太软弱了 因为阿富汗不是你们用圣战打来的 是美军双手拱手让给你的 所以现在我们发现SSK 其实是阿富汗里面最激烈 最暴力的一个组织 我们看它过去在阿富汗的一个血泪斑斑 2015年 2015年的时候 在那个伊拉克驻阿富汗的大使馆的前面 也是一个炸弹客 然后就穿着那个背心 然后到大门就把它引爆 整个大门都炸坏了 那2017年在美国的大使馆的前面 有一个陆军医院也是一样 这两名的炸弹客 去那边也是引爆以后 用AK-47狂少了三个小时 数了十几个医生跟这个病患 那最大的就是在2019年 2019年阿富汗它有一个婚礼 那那一天的冰客有一千两百件 那也是两个大战客进去 然后一引爆以后 那真的是人间炼狱 六十三个马上死亡 还有一两百个重伤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ISISK真的是 非常非常激进的一个组织 好 我们现在很担心 阿富汗有没有可能变成 全世界恐怖组织最大的基地 老师 阿富汗目前为止的话是 刚好要建立新政府 所以这个时候 塔利班也不会允许 任何的恐怖组织 在他的国家里面生长 但是他有没有能力 来把这些恐怖组织 能够驱除出去呢 以目前来讲 塔利班正在想要组新政府 他的形象在全世界 也是非常自己要注重的 若你还保持着 恐怖组织的支持者的话 你的国家里面 还有恐怖组织基地的话 全世界人都不会承认你 包括大陆 所以他现在所要做的呢 就是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好 所以他也不会做 恐怖的攻击塔利班 我说是塔利班 那如果他的态度 跟ISISK完全不同的话 有没有可能 因为ISISK就说你太软弱了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今天换一个人主政之后 竟然比过去还软弱 他们怎么能接受呢 以后的ISK就是呼拉三 呼拉三组织的话 会不会因此而对塔利班的政府 以后他成立政府了 做一些恐怖的攻击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塔利班的话 应该会尽全力 想要把他国内的 所有的恐怖组织呢 能够驱逐出去 但是这个他要驱逐 也是很困难的 假如他自己 做恐怖主义的行为 假如他的国内 还有这个呼拉三组织 就是ISISK吧 另外假如他还有 基地组织的成员的话 如果是支持全世界 都不会支持他的新政府 那老师你看 他本身的教义法律 如果不改的话 全世界也没办法支持他 至于塔利班的新政府 你要他改伊斯兰教的教义 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有讲 他们的发言人有讲 人制定的法令可以改 阿拉制定的法令不能改 那人制定的 比如说像女性的女权 工作权 这些是人制定的吧 包括他们的刑法 他们的实刑 这是人制定的吧 不是 古兰经里面就有提到 第四章第28节吧 对 偷窃者不分男女 砍其手 这是古兰经写的 所以他现在假如 这是阿拉制定的 这是阿拉制定的 那 婚前性行为要边形 或者通奸要 群众用石头把它打到死 这也是阿拉制定的 是的 婚前性行为 男女各打一百边 你的屁股被打一百边 也烂掉了吧 对不对 婚后有性行为 男的砍头 女的乱石打死 乱石打死 乱石打死 这也是阿拉制定的 这个是古兰经所写的 对啊 所以你说女权的话 她是不是真正的 那个女权呢 能够保护呢 我个人的猜测 她会采取 比较温和的 一个伊斯兰教法 伊斯兰的教法 原文叫Sharia Sharia的话 我们来讲 它的话就是 伊斯兰宗教法 刚刚我所讲的 那里面都是 伊斯兰宗教法里面 其中的一小部分 它还有很多 男女人 非不得已要外出 言下之意就是 女人不要外出了嘛 不能外出 对不对 你非不得已要外出 你要把你的羞体 羞体是什么 你给人家看到 会觉得害羞的部位 包括头发 你的头发 是不是那么漂亮 对不对 你走出去街上 是不是男人看到 响入飞飞 好 第二 你的脸 你的眼睛 你的嘴巴 长得那么漂亮 樱桃小嘴 对不对 又是来个凤眼 你是不是会给男人看到之后 会令男人想入飞飞 你的两个手 长袍已经穿了 你的两个手 两个手 爪子 十只爪子 对不对 你穿着长袍 但是你的两个爪子 把他没有围起来 男人看到 也会想入飞飞 所以呢 凡是这些 他们认为 修体 所以有的国家的修体 解释不太一样 根据古兰经 教法所说的 刚刚我上面 手谈的脸 眼睛 鼻子 还有手 当然脚就不必弹 全部都要围起来 假如你需要外出的时候 要这种着装 这是古兰经规定的 沙奴地阿拉伯 现在很少人谈到 沙奴地阿拉伯的人权问题了 因为沙奴地阿拉伯 是全世界 曾经是最大的 食油输出国组织 你没想到 911事件里面 对不对 19个人 那个开飞机 或是帮忙开飞机 要打这个美国的 那个双子星大厦 其中后来他经过调查 17个人持沙奴地阿拉伯护照 请问布希 为什么不打沙奴地阿拉伯 何况宾拉登 还是沙奴地阿拉伯人 因为油田多 对 因为沙奴地阿拉伯 第一 油田 当时的美国 是完全要靠沙奴地的油田 第二 沙奴地 回教国家 就伊斯兰国家有57个 沙奴地阿拉伯是老大 所以你打了沙奴地阿拉伯 还有56个 也会对你美国不客气 所以沙奴地能打吗 那个小布希分析到 不能打 那打谁呢 就像刚刚 刚刚那个拜登也讲 我们要报复 我现在不知道他要报复谁了 小布希的话 也想没有人可以报复 我现在要报复谁 唯一的话 就是说 塔利班 你隐藏了宾拉登 确实塔利班 有没有隐藏宾拉登 我请问大家 宾拉登最后是在哪里被找到的 巴基斯坦 对啊 对 你打了那么久的 那个阿富汗 结果宾拉登 是在巴基斯坦被你找到的 所以你怎么解释 所以现在距离831大撤退 只剩最后倒数四天了 好会发现什么事情 没人知道